今天就是自己的死期了 东九在心里默默念叨着 来到天台的边缘 东九深深的吸了一口气 就这样结束了吗 好像也没有其他选择了 此时此刻 街上的闲人也注意到天台上面的东九 咦,这个人要干嘛 是准备跳楼吗 要不要报警啊 东九为什么要跳楼呢 因为他患了中毒抑郁症 至于为什么患了抑郁症 东九认为和自己的妻子红红有关 和红红结婚有一段日子了 但他们一直没有怀上孩子 而红红就将矛头指向东九 说东九是无精正 所以才怀不上孩子的 遭到红红的嫌弃后 东九就抑郁了 并且越来越严重 自从父母去世后 东九就非常努力的工作 后来认识了红红并组建了家庭 然后东九非常喜欢小孩 想要和红红生三个宝宝 结果两年多了 妻子的肚子一点动静都没有 而且还遭到了妻子的嘲笑和指责 说自己是无精正 东九越想越憋屈 感觉自己的人生已经没有未来了 既然如此 那就趁早结束吧 东九摊开双手 闭上眼睛 朝着前面扑了过去 就在楼下的行人大声呼喊着 跳楼跳楼 那人跳楼的时候 东九突然就定住了 他不再往下坠 就这样漂浮在半空中 与此同时他身边出现的还有一群人 他们也和东九一样漂浮在半空中 东九都懵了 怎么回事 我不是跳楼吗 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很快电视台就报道了这个事件 某个写字楼附近出现了神秘的现象 一共有13名市民漂浮于半空中 并且他们还在缓慢上升 为了查明确切原因 目前记者正在赶往现场 而这13名市民有的很恐慌 有的却很淡定 不过他们脸上都挂着疑惑的表情 有一名女子似乎受到了惊吓 不停抓旁边大叔的头发 不过不管他们如何挣扎 他们都非常稳定的漂浮在半空中 一个快递小哥接到了投诉电话 问他都超时了 怎么还不送过来 快递小哥非常无奈的解释 我现在漂浮在空中 根本就脱不了身 还怎么送外卖 一个白头发爷爷 也向他的老伴打电话报平安 老伴啊 我现在正在空中飞呢 不是不是 不是天堂 我还没死 就是真的飞在空中 还有一个白名女 她以为自己在做梦了 于是疯狂扇耳光 想让自己快点醒过来 就在这时 东九发现有个妹子非常眼熟 妹子正在打电话 似乎在请求领导 再给自己一次付出的机会 想了一会儿后 东九终于想起来了 这个妹子叫做小夕 是前国民气象主播 由于她甜美的长相 深受男性观众的喜欢 只不过后来和某位 人气男明星传出绯闻后 她就沉浸了一段时间 几乎就要淡出屏幕了 此时的东九有些小激动 毕竟在这里 遇见了心中的女神 于是东九主动上前搭讪 反正自己都快要死了 然而小夕转过脸后 东九有些吃惊 什么情况 这脸是怎么了 难道是没化妆的缘故 和镜头面前差别好大 小夕非常无语 这位大叔你太慌张了吧 干什么把内心的OS都讲出来 东九突然反应过来 自己说错话了 急忙向小夕道歉 没一会儿 一架直播无人机就飞了上来 小夕亲了亲嗓子 就开始直播了 大家好 我是本台的记者小夕 正在为大家直播这次 空中漂浮事件 看来刚刚拉通电话 领导同意了 于是就派了一架无人机 让小夕现场直播了 就在这时 突然刮了一阵大风 小夕无法保持平衡 身体都颠倒了过来 东九见状 急忙拉住了小夕 在东九的帮助下 小夕稳住姿态 继续向观众们 汇报着现场的情况 与此同时 救援队的直升机赶了过来 漂浮的人们 立刻欢呼起来 终于有救了 然后救援队 让大家不要慌 他们会一个个 分别进行救援的 漂浮的13个人中 有一位大叔 已经进入了昏迷状态 于是救援队决定 先救这个人 然而当直升机 靠近大叔的时候 大叔的身体 突然摇晃了起来 救援队这才反应过来 是因为直升机的 气流太强了 不过救援队没有停止 依旧朝着大叔 靠了过来 就在这时 意外发生了 大叔的身体 突然一个上升 直接撞到了直升机的螺旋桨 最后咔嚓一声 大叔被螺旋桨 打成了番茄汁 现场顿时骚动起来 这也太恐怖了 一个活生生的人 就这样没了 出了这种事故 救援队不知如何失害了 于是便撤退了 看来现在剩下的12名市民 只能自己想办法自救了 然后冬久忍不住嘀咕道 哎 怎么会这样了 我刚刚打算跳楼自杀的 没想到遇上这种事情 小夕听得非常吃惊 什么你刚刚想要跳楼 紧接着 那位白头发脑爷爷 开始求救了 他的心脏病犯了 但是因为手太抖 打不开药瓶 冬久很想帮助这位老爷爷 但是身体根本移动不了 不过刚好老爷爷在冬久的下方 于是小夕就让老爷爷放轻松 并且将手打开 说不定就能沉着风伸上来了 老爷爷摊开双手双脚后 他真的感受到了一股上升的气流 最后咻的一声冲到了冬久的怀里 然而拥抱的一瞬间 老爷爷没拽紧 那瓶药丸从手心掉了出去 老爷爷一激动 当场心梗断气了 接着老爷爷就失去了漂浮的力量 直接从高空掉了下去 与此同时电视台也收集到了 这位老爷爷的信息资料 这位老爷爷几年前就患了心脏疾病 从而投入了大量的医药费 据他妻子爆料 老爷爷曾自杀过几次 但都没有成功 此时小夕突然反应过来了 或者说他找到了一个共同点 冬久刚刚想要跳楼 老爷爷也有自杀未遂的经历 而自己事业不顺 男友分手后也处于人心的最低谷 所以说漂浮的这13个人 或多或少都有过自杀的念头 但是这一刻小夕想要活下去 他也认为剩下的11人也都有这样的想法 于是小夕就号召大家全部靠在一起 如果遇到突发状况可以互相帮助 所有的人一点点靠拢后 小夕还指挥大家脱掉外套 并和身边的人绑在一起 最后这11个人互相绑在了一起 成了一根绳子上的栅梦 天上的人们上级到这也就结束了 这些漂浮的人该如何获救呢 请小伙伴们继续关注小夕的视频 小夕漫画下次再见 小夕漫画下次再见